英特尔第二季获利大幅衰退 英特尔执行长二号宣布将进行裁员 要裁掉员工总数的15% 约15000人 英特尔股价周五收盘重挫26% 收在21.48美元 金融时报报导 总部位于美国的避险基金 爱略特管理公司 在给客户的一封信中指出 挥打股价处于泡沫状态 其涨势是由于过度炒作 人工智慧技术所推动的 美国7月非农业新增就业人口 远低于预期 失业率升至近三年来最高 实行增幅也创三年最低 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持续降温 市场压住 联准会9月降息两码的几率 约为70% 国界油价2号下跌 跌至1月以来最低水准 分析指出 美国7月就业成长放缓幅度超过预期 以及疲软的中国经济数据 都给国际油价带来了更多压力 新海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